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主要微博经典 MyBelix框架 今天讲解的内容呢 是MyBelix的动态SQL 那要讲这个动态SQL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理一下 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这种动态SQL 在我们的实际商业项目中 什么情况下 我们需要使用到动态SQL呢 那理解了这个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在用这个动态SQL的时候呢 才能够得心应手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先看一个界面 这是我刚准备好的一个界面 这假设就是我们要制作的一个网页 那这个页面呢 需要完成一个查询功能 它可以根据这个学生的姓名 科目和性别三个条件 去到数据库里呢 把符合条件的结果查询出来 而在实际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呢 它这三个条件啊 有可能并不是完全的填入了 假设说它只填入了姓名 那查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所有符合这个姓名的一个查询结果 那如果说只填了科目的话呢 那就是说把所有这个数据库表里面 把这门科目的层级都查出来 包括所有的用户 如果只填性别 比如说只填了一个男的的话呢 那就把所有男学生的那个层级 全部查询出来 那基于这个用户的这个要求呢 那我们在写我们的这个MyBetis的这个语句的时候啊 就会有一些问题 需要使用到我们的动态SQL来解决它 在没有动态SQL的支持下呢 我们要完成刚刚说的这个业务需求啊 我们至少要写这个三个东西的这个排列组合的这个数量的这个SQL语句啊 来完成刚刚的功能 那就非常痛苦了 对吧 那回到我们这个代码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我们的动态SQL啊 如何解决它 所以刚刚那个页面的查询功能呢 其实就是用到了这边这条SQL 那只是说会多了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性别 and我们把它加上去啊 and st的garden 等于 那这个SQL写好之后呢 对于最终 我们的这个业务来调用这条SQL的时候啊 所以这三个参数呢 它有可能只传入一个 或者三个都传入 或者三个都不传入 各种排列组合 那这时候 其实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一段代码 是不是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只是为了这边的东西 我们就要写好多套它的排列组合 是不是就很不值得 那么VTIS呢 就提供了一个它的动态SQL的机制 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事情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态SQL 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做 那么VTIS呢 在这儿就提供了一些关键字 在我们的这个Map里面啊 可以通过这些关键字 来完成我们的动态SQL 那下面呢 我们就一个个看下去 首先看这个if 我们通过这个if啊 其实就可以解决 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f怎么使用的 首先我们把这些动态的代码 我们都可以先放下来 就是要对这边的代码进行改造 我们先执行一下if 哎 看到这个语法 其实和那个 如果大家做过GSP 用过那个GSTL2 那个标记库的话呢 其实会发现跟它非常的类似 if判断 这里呢 可以对一个我们输入的参数啊 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这个参数 它不等于空的话 那么我们才把这句话 给添上去 那下面两个语句呢 也是一样 我们一起写一下 科目 不等于空的话 我们才把这句话 给加进去 性别 不为空 把这句话 给拼接上去 然后下面呢 我们删掉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把它我们昨天写好了 这个曼函数里面 来调用一下 昨天写的这个sq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了 动态sq 执行一下 哎 做错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异常 Gender 在score里面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ap map文件 嗯 啊 这里 这里我们刚刚填的时候 填错了 因为这个Gender 它是在这个student这个 这个对象里面 所以我们 昨天讲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应该把这个 它所属的这个 子元数的名字 给添加上去 和这个studentID是一样的 我们来跑一下 OK 程序正常执行了 然后我们仔细观赏一下 这个打出来的这个sq 我们拉上来看一下 没发现 它现在只打印出这两条 也就是说它只拼接上了这两条sq 对于这一条 Gender呢 它没有组装上去 那为什么没有把这个Gender拼上去呢 因为我们昨天在我们昨天这个代码里面啊 回想一下是吧 我们只设置了科目 就是学生序号 关于这学生性别啊 我们并没有设置 所以它的参数里面只有这两个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动态sq起效果了 那if呢 就是这么实用的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hoice win和rwise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啊 它和我们这个if啊 其实是类似的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在写那个任何一种程序员代码里面 我们除了有这个if 是不是还会有那种else if 和switch这样的多条件判断 那其实它现在这个标记呢 choice呢 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呢 它不像if一样 直接一个标记就搞定 它需要通过这个三个choice win和rwise 共同起作用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代码 通过一个例子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怎么使用 我们把前面这个例子啊 稍微改一下 我们换另外一种场景 它现在需求是怎么样呢 假设说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当用户他输了这个学生的学号的话呢 就以学生的学号来找数据 如果没有输这个学生学号的话呢 就把性别为难的所有学生的成绩给找出来 我们来实现一下 choice 把它拉下来一点 然后直接输win 这个地方呢 就跟这个if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段拷过来 把这段拆进去 这边就会拆Rwise 否则 就把性别为难的 找出来 OK 把上面删掉 其实这个语法 是和GSTL的语法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大家做过GSP的话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跑一下这个程序 执行一下 在我们这个慢方法里面 我们现在条件是设了一个用户的学号进去 所以呢 它应该根据我们前面设定的那个 只根据学号去查询数据 跑一下 保存一下 OK 这里呢 报错了 但是不要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CQ语句 你看 它现在查询的这个CQ语句啊 确实是根据这个学号 去找结果了 但是呢 为什么出错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调用了Slack1 但是返回了两条 也就是说这条CQ语句 它是找出两条记录出来 那我记得我们原来在做这个 出入数据的时候啊 应该是对这个学号唯一的这个学生设计的语言跟数学两个层级 所以它这边查询结果啊 是两条 那我们当然封装成一个对象就不对了 我们这边把它改成List吧 UtList 然后呢 照我们就打印这个 结果级的这个数量 我们来看一下 Size 去掉 这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转型 这里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转型 这接口也有问题 哦 这里接口也要换 嗯 那我们换一下吧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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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跑一下 OK 两条 那假如我们只输入性别呢 把这个 学号没输入 我们来试一下 tl.set tl.set gender 这里我们输入 mail 跑一下 OK 这一条都没有 而且它这边的sql.g是跑了 gender 那choice呢 我们就看到这儿 像我们看它下面讲的第三个 where 这where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写的这个代码 在这儿score map这里 我们把这个案例呢 首先改一下 我们在这儿 只查学生 然后呢 把这个 where后面的关联啊 把它去掉 照了我们只查学生表 下面这个实现呢 我们全部换成衣服 好 好 那 我们再次查学习 我们再次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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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大家看啊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我们这条CQ语句 在照的时候呢 有个where 如果下面任何拼上其中一句话的呢 时候呢 都是where and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CQ语句啊 必然是报错的 对吧 我们来跑一下 看 他执行这个CQ语句 明显是个badCQ 那以前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会使用这种方式 每次啊 这种动态CQ 如果没有条件做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会加一个where 1.1 那这时候呢 就能屏蔽这个问题 你看可以正常执行了 那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mybitis啊 就非常贴心的 提供了这个where标志符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加一个where 然后呢 把这if套牵在里面 这时候呢 我们的mybitis啊 他就会自动的知道 什么时候该加where 什么时候不用加 你看 这样也是呢 可以执行我们这条CQ的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